我一到七了又签了十年了 我酒店死活要签 就是这个滨港国际的 你对平时他们说一年给一万六呢 现在一年给一万六了 这里就是版纳最繁华的一个商业区 滨港国际 地下一层二层和三层全部都是商业街 有美食城 有这个一些小店 是属于一个比较成熟的商业区 那么沃尔玛超市呢 也在楼下 大润发也在附近 而且泼水广场也在这个本岸的旁边 今天呢是来看一个 我认为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小户型 电梯 我们这是下了电梯了啊 下了电梯 然后哎呦 这层高是有点低的感觉 楼道里面 滨港国际是商业中心的商业中心了 这个位置 非常之好 但是也有它的这个缺点啊 那在咱们各大城市的中心的超中心 这种楼房就很常见 它有利有弊吧 今天来拍的这个是一个小户型 我认为也是一个简陋啊 非常非常合适的一个小户型的房子 我现在是站在入户门 总的这个面积呢 产正上是46点多 那么站到这个门口看里面 其实就是一个通间了啊 这是一个拎包住的房子 房东呢 是一个小小美女啊 房子呢 是按照当年的这个六七年以前的这个价格出售的 非常美丽啊 位置非常好 在滨港国际的楼上 但是它的这个价格呢 是20个出头 那么我们从一入户开始看啊 一入户呢 在右手边就是一个鞋柜 然后这里是一个衣柜啊 衣柜外面是做的这个大镜子 左手边是卫生间 户型虽然小 它这个卫生间做的其实还是不小的啊 刚好有一个这个隔断放了这个洗漱的 把这个洗漱的和洗澡和马桶这块整个区分开来了 还可以 卫生间其实面积是不小的 相对于这个40多平方的这个小房子来说 这个卫生间就很好了 全是这种玻璃的 再向前走呢 厨房是坐在了客厅的位置 一个厨房抽烟机 反正它在这住了好几年嘛 都是自己住的 然后呢 这个储具啊什么的都是有的 直接咱们就可以入住 东西呢也算是比较爱系吧 我看都还挺新的 再往里面走就是一个小客厅 目前呢是有点乱啊 因为它还没有搬完 就是说自己的东西拿完以后 大的家电 像这个冰箱啊 电视啊床啊这些东西都是带的啊 再往里面呢 它就是做了一个睡觉的一个卧室吧 相当于是一个大通间 看着很简单啊 这个没有什么可说的 就是一个大通间 那么装修好的 还带一个空调 装修好的 咱们就是拎包入住 那么现在这个房间的整体的一个情况呢 给大家也拍了一下 那么这个房间最大的一个问题在于哪呢 就是这个 这个窗户啊 可能一进来 大家都已经注意到了 这个房间的阳光非常的少 另外呢 它这个窗户看出去啊 确实景色不怎么地啊 出去呢 它和对面呢 这是一个天井 和对面的这个墙啊 刚好是一个这种天井 所以就是采光 它不是特别好 但是这个窗台上 这个空间还蛮大的啊 这个窗台从这儿到这儿 有个有个50公分 这么一个一个位置 这个位置其实还可以放点什么杂物啊 也蛮好的 看 看出去就是一个天井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咱们呢 也是把该说的这个优缺点啊 都给大家说一下 那这个房子的优点呢 刚才也给大家介绍过了 价格是非常非常美丽的 还是停留在这个六七年以前啊 现在这个二十出头 你不要说是在这个泡水广场 冰港国际这边去说哪一个什么小房啊 在别的地方 可能再次里面的话 也不一定有现在这个这个价格了 然后再有一点呢 它就是装修好的 咱们可以拎包住住 那这个小房间呢 我刚才就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了一下 包括它的优点啊 还有它的缺点 我都讲到了 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啊 这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 只能说我们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 然后根据自己的需求 去选择一个更符合自己 当下期望的这样一个户型 或者说是房子 那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觉得还是蛮划算的 现在根据这个旁边的这个价格啊 就是咱不是说自己租的 就是说咱一下不管了 直接给它托付给这种托管公司 一年是1.2个W 这是最低的这个价格 人家是两年一付 你可以付个十年二十年八年 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啊 这样算下来的话 一年就一年1.2个 那么十年就是12个 那么二十年就回本了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这个这个对于我 对于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的话 我觉得这个价算的还是可以 如果说是有有能力 也有时间的情况下 我们不托付给这种托管公司 有这个就是呃 能自己操心的 我们可以给他把这个房间啊 整体的再给他这个装修装修哈 装修完了呢 咱们按照这个呃 就是淡旺季 然后这样出售 比如说旺季的时候咱们是按天是吧 因为它这位置很好啊 在这个宾港国际的旁边 这个价格是肯定是能上来的 尤其是在这个版纳这个旺季的时候啊 呃这个 出租啊日租啊 这个价格是很魅力很魅力的 可能一个月呃呃收个大几千呃 一W以上的都是非常有可能的啊 这种的话要自己经营 我觉得也蛮不错的 那至于大家最后是怎么考虑的呢 欢迎在评论期咱们一起来讨论 今天的视频就播到这里 拜拜